要求失业 首先要从教育改变 我们来看这个不错的例子 这是政大 校方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作 直接请来业界里的专业人士担任讲师 透过经验分享 各案讨论 以及到事务所亲自体验 让学生们能够提前做好就职准备 更了解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毕业之后就不用怕学用落差了 学生的反应如何呢 一起到课堂上去 看看 上课中详 学生们陆续进入教室 今天上的这堂课很特别 就告诉你 审计学课本里没教你的事 其实我们前四堂课大概有四个礼拜 我们是在事务所 然后事务所其实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大概是就超市的一个内部控制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开始study 然后让同学们去知道说 这个控制点到底在哪里 那有控制没控制到底差多少 那控制的好跟控制不好 到底会得出什么不一样的结论 已经连续第二年 政大邀请会计师事务所一起合开课程 正门课就算让同学们提前了解 业界的真实面 因此课程不再硬邦邦 除了让同学们亲自到事务所体验 就连授课讲师也都是业界的专业人士 第二题不要把它想得太难 你怎么知道 刚刚有一组就说 根据定义就知道了 还要想那么多 再一分钟 上课方式挥谐逗趣 为了吸引同学们注意 这群来自业界的业师们 可是煞费苦心 他们可以从这种未来 可能是十年后 这些财务长应该扮演的角色 去思考一下说 回过头来 他在现在的学习的历程里面 应该要学到什么样的技能 可能不是只有单纯会计会计系 他可能还要具备其他一些能力 我想这是比较极端的 这样的一堂课 每周只上三个小时 却得花上老师们好几天时间 来准备造材 他继续是来扮演一个财务长的 然后来跟我们进行对谈 你们的重大风险怎么看 我们的重大风险 是多少 可能要看那个工作地稿才知道 你 你来乱了 就是可以看到说 到时候我们去跟客户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 然后可能情况会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到底需要 怎么对答怎么应对 从实物面着舍 不光是听台上的老师讲 学生也要学会表达 分组讨论接着就得上台报告 瞧瞧他们台风可是稳的咧 如果我们可以计算出 含存两屏的话 那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你那些 你至少要生产到多少产量 才能够 可以来看一看 事务所里面各个不同的领导者 他们来给我们授课 可能会跟我们说他们工作内容 让我们更了解说 我以后进去可能也会想要往哪一个部门去发展 生动的课程不光台湾学生感兴趣 来自大陆浙江大学的交换学生 郭启明也说 这堂课带给他的启发同样不少 老师也会讲到一些将来和其他课 具体的应用 还有有些课也会讲到你将来职业的规划 然后这门课到底可以用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对人生就是职业规划的导向是非常好 把食物应用提早搬进教室 特殊的课程吸引了两岸学生的目光 透过这样的演练与学习 这群大学生也更加了解 未来的职业规划 究竟该往哪里发展